风力发电机组迎风运转 彰化沿海乡镇方苑乡 是台湾发展再生能源的重要地点 方苑同时也是畜牧重镇 在近零碳排的大趋势下 当地畜牧业者持续思考 如何转型拼永续 一个养猪场除了养猪 除了提供蛋白质给社会以外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方苑汉堡村的汉堡牧场 养有4.2万头猪 规模不小 环保脚步走在同业前面 十多年前投入 早气发电等循环经济 把养猪产生的废水变肥水 如今见收成效 我们做的农业循环经济 包含了废水处理 然后还有有机肥料厂 然后还有早气发电 太阳能光电 到目前为止 我们每年能够产生 382万度的绿电 4000吨的有机肥料 我们可以卖有机肥料 它可以打平我们的一些建制成本 早气发电的话 可以透过顿售给台湾电力公司 这样子的收入来源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绿电 透过台电的这个输片网 卖绿电给其他有需要的企业 可以透过这样子来打平 随着排碳有价的时代到来 也为牧场带来碳全新商机 牧场已在2020年通过政府 推动的碳权抵患专案 成为台湾首家完成碳权注册的 畜牧业者 牧场每年碳减排量 预估可达三万两千多吨 经过认证后 就会变成可交易的碳权 在台湾最能够开发出碳权的 目前就只有两个产业 一个是森林业 一个就是我们畜牧业 剩下有能力开发出碳权的产业 通常都是工业 工业他们开发出来后 通常都会保留给自己 这么多种不同的 农业循环经济的环节上 其实每个大的环节 都是有机会可以独立出去 变成一家独立的公司 畜牧场多元发展 循环经济 符合节能减碳的世界潮流 因而也产生绿领人才需求 根据人力银行数据显示 各行各业近十年的绿领职缺 都呈现逐年增加趋势 总计所有产业 目前每月平均约有 3600个绿领工作机会 和2013年月平均工作数 约280个相比 成长超过12倍 而以产业类别细分 大多数绿领职缺 落在与国际贸易息息相关的制造业 和电子资讯软体 半导体产业 各占比29% 农林渔木水电资源业 占比6% 堪称另类绿领人才市场 畜牧业者注重ESG 更期盼借此扭转畜牧业 长期给外界污染环境的负面形象 我们这边常常都变成说是大家可能第二个第三个 甚至就是说走投无路了 我才会想说要到养猪场这边来工作 那所以我们为在未来的那个经营上 要怎么去保留好的人才 然后能够召引更多外县市的人才到我们这边来 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要从公司形象开始来做改变 畜牧业里有哪些绿领工作就饲养猪汁本身来说 研究改善猪汁的营养吸收和饲料配方 提升猪汁良率减少饲料用量 是降低生产流程碳排的重要环节 玉米跟黄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碳排放 怎么去提算 还有就是猪汁摄取了这些养分之后 它的那些粪便的排放 那些排放里面的那些温室气体的排放 又是怎么去做计算 这部分是我们未来畜牧业所需要的人才 在这波绿色转型中 畜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 也需要碳排放计算 制定减碳计划和开发碳权的相关人才 这类职缺的薪资行情 约在月薪三万六千元到四万五千元之间 我会非常建议说 你可以去先去了解碳排查 那个ISO14064还有碳足迹ISO14067 这两个方法学里面是怎么去做碳盘查 跟计算碳足迹的 汉堡牧场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所在的地区是在海边 海边的话我们可以很有机会 可以去开发所谓的蓝碳碳汇 业者观察台湾许多大学正着手了解 和教学科系相关产业的碳排现况 学习当中的碳盘查 年轻学子未来踏入职场时 渴望已具备基本的碳排计算能力 至于产业界随着ESG融入各行各业 畜牧业不会缺席 汉堡牧场希望以自身经历 推广当地更多同业加入转型行列 落实永续发展 让养猪在提供社会大众蛋白质的同时 也对环境保护产生贡献 中央社记者郑伟珍 王怡文 彰化报导